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正式成立 随后不仅 空军又从北空南空出到金锐银银 组建了导弹二营和导弹三营 为了保密规定地空导弹兵器的代号为543 这支部位外人所致的地空导弹部队 因此被称为543多 并且所有弹部一律高级低配 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 他这个任命来得非常突然 这个同志已经当了五年的高射炮兵的团长 正准备提拔为新成立的高炮师的师长 那么这天他接到了命到北空报道 没想到一见面 北空副司令员李继泰少将对他说 你现在有新的安排 到543部队当营长 对岳振华非常意外 本来要当师长了 怎么一下反而降为营长 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 李继泰副司令说 没有这回事 完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58年11月23日 中苏边境的小城满洲里火车站 一列从苏联开来的国际专业 强然进展 就是这样一趟列车 把导弹秘密运到了北京 不久 一辆卡车带着一提特殊的军员 悄无声息地来到大西北的导弹 综合试验马场 准备进行实弹演技 非常遗憾的是 这次实弹演习的结果 顶不一项 发射之后 导弹朝与目标相反的方向 飞行了40多公路 把哥比汉炸开了一个大风 地队风变成了地队力 所有人的情绪突然间由兴奋期待 变成了失望和交集 因为此时的国际形势太严峻了 很快进入了1959年 美联社在这年的元旦电文中 有这么一段话 美国1959年的远东政策的侧重点 将有一个大的转变 以对付共产党中国 经济以及军事压力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空中侦察 进一步的加大 那么这个RB-57G侦察机 就变得格外的活跃 仅59年的头三个月 他们就对大陆13个省市 实施了高空侦察 共达10个价值 那么我们人民空军的战斗机 连续起飞拦截 但是由于高度差 我们的飞行员只能是仰天常看 更为严峻的是 这一年是我们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 首次举行十年的大庆 要动员数十万的群众参加游行 还邀请了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官员 而以往美封国庆 国民党方面都要出动飞机 到大陆来偷袭 侦察拍照 或者散发传战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